早上的八點二十分 來到臺谷盤先解析了 我們先歡迎到今天的專家 三位專家韋傑 韋傑早安 全一早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好 那麼今天又到了週五了 那麼其實在每個禮拜四的晚上 也就是美國會公布 他們的這個失業金 零補助的人數的數據了 稍後韋傑會幫我們來分析一下 而昨天晚上的梅谷走勢 其實一開始是差不多走低的 不過最後尾盤就這樣拉伸了一下了 當然是因為紓困露出曙光 那我們講到紓困露代表 其實很多人對美國經濟 是很有濃濃的不確定感的 就算現在可能這個選舉結果 基本上就是拜登了 雖然川普他死不認賬 但這個法律搜索戰 之後該怎麼走呢 還有會整個美國市場 現在很多人又開始喊話說 要小心可能是一個大大的泡沫了 所以我們先從昨天的 失業金的零補助的順據 先為解當我們開始分析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其實最近的整個 美國的一個市場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從總經數據的部分 已經開始出現了 逐步的下滑 包含像是我們看到在這個 工業製造生產指數的部分 大概表現了有一些放緩的跡象 那包含像是零售銷售數據 公布出來呢 在月增率的部分也都出現了下滑 其實這都反映美國的消費者 在針對於紓困案 陸陸續續要到期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口袋裡的錢已經越來越少 就沒有辦法對沒有辦法再去做一個順 這個像過去一樣的這個消費 那所以其實呢在這一次的這個紓困案 到底能不能過關 其實過去一直以來 在討論紓困案的過程當中 參議院一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因為眾議院每一次都先過 不管規模多大 每一次眾議院都先過 為什麼因為民主黨主導 那參議院到目前為止呢 到明年選舉結果出來之前 都還是屬於共和黨把持 那他們的這個參議院的這個議長 就是共和黨的領袖 所以他在這一次主動跳出來 主導整個紓困案的進度 那看起來好像是露出了一些曙光 不過呢在紓困案 雖然露出了曙光 但是呢在美聯儲跟財政部的部分的合作 卻是出現了一些問題 那傳出呢這個美國財政部長美努欽呢 他寫了一封信給這個鮑威爾 就是FED的這個主席 他說呢 我想我們大概是不可以一起去進行一個 共同的急難機制救助的一個狀況 我們是不可能一起合作的 那包括呢像是你之前所提出來 要合作的一些相關的急難救助貸款 包含像是在企業的信貸啊 或者是在這個市政府的一些相關的貸款 甚至呢在這個個人或者是企業的一些相關貸款的部分 我想我們不能夠再繼續合作了 也就是說在今年年底十二月三十一號到期之後 我財政部就不會續簽 哇那這問題大條 為什麼大條 因為呢 過去呢FED它是扮演什麼 它是扮演印鈔的角色 那放錢放到市場上是誰的工作 財政部的工作 對 好那我現在印錢印好了 財政部說不放 財政部說 我接下來不要放了 那這些錢怎麼辦 因為過去我們已經有講過對不對 這一次FED在印錢的過程當中 因為銀行他們把所謂的信貸門檻提高 緊縮 所以錢都放不出去 那就算他把門檻放鬆了 最近剛剛開始放鬆 企業也沒有要來借款 所以錢還是卡在銀行端 就沒有流動 對那銀行端現在把這些錢 太多了對不對 對 我原本把這些錢 準備要放出去 沒放出去 太多了 造成我資金成本負擔 我再把它回存到FED 所以等於沒印 有印等於沒印一樣 做白工 對所以都沒有用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看到就是說 最近好像 美國股市的這個高科技類股 它好像 沒有辦法能夠強過 道雄工會指數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原因 是來自於流動性的緊縮 那資金就會有一點不平均 是 變成說我可能選擇了 道雄的反彈 我就沒辦法去做 高科技類股的反彈 另外呢 財政部還做了一個 非常無理的要求 也就是說 他跟FED說 不好意思 這個我過去放 這個要放款的這個錢 我準備你印出來了 如果你沒有放出去 你可以把錢 匯到我財政部的帳戶裡面來 剩下大概多少 剩下4550億的 其實這4500多億很好用 他說你沒有用大碼 你這些短期的 商業票據的一些相關的貸款 你都用不到 好 不好意思 你就會回來 我財政部的這個帳戶裡面 我用得到 你不要再放了 就變成是財政部跟美聯儲 是出現一個互踢皮球的一個狀態 那就算紓困案能夠主導過關 財政部的態度會變成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現在我們就在想 美努欽哪有這麼大的一個膽子 跟這個美聯儲說 我們為了美國的民眾 我們不要合作 這後面是不是有川普的受益 問號 大家去想嘛 現在目前川普說 他不承認這個選舉結果 對啊 那他要開始耍一些手段 沒錯 大家都把所有的目光焦點 都放在他的訴訟案上面 是 可是呢 別忘記 他到明年一月二十號之前 他還是總統 還是總統 還是有權力 你看他 他一選完之後 他砍掉國防部長了 對啊 然後去解固了一些 解任了一些相關的一些 國防部部分的一個重要幕僚 你就知道 他在眼中盯 他先開始拔 他已經開始要準備 把拜登政府上台之前的 這個接手的難度提升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在美國股市的部分 那這個量縮格局 這個就變成說 是我們過去 比較擔心的一個狀況 那量縮基本上 你的股價呢 就比較難過高 這個是比較正常 那當然 在前一天的這個交易日當中 是出現了一些急回的一個動作 不過在短線上面 高點不過低點跌破 的確是一個短線 比較偏弱勢的一個格局表態 不過從大方向來看 只要能夠把這個多方缺口守得住 那基本上道瓊工業指數 還是從11月份以來的領漲指標 我強調是11月份 因為今年全年度 最強勢的還是納斯達克 但是11月份過後 選舉完之後 領漲的是道瓊工業指數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法沒有改變 結構是不一樣的 好另外我們看到納斯達克指數呢 它的表現呢就相對的比較 強勢一點點 你看到我們剛剛說資金只有一套 對啊 沒有在道瓊就是到納斯達克 好所以昨天的納斯達克 相對於道瓊比較強勁 不過你看到 在道瓊工業指數已經越過 這個高點的同時 它是沒越過 它還在這個長黑K棒下面震盪 所以它相對是比較偏弱勢的格局 那另外你高點連線一下 你就知道它其實只是剛越過 這個一點點而已 可是道瓊一越過之後 就往上噴出了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好另外在廢城辦瓊工業指數 大概跟台灣關係比較密切 那昨天也是出現了一個長紅K棒 出現了開低走高的一個發展 那麼當然這個是不錯 在收盤的部分已經又 將近快要挑戰歷史新高的一個格局 當然對於我們的 這個台灣的辦瓊工業產業的帶動 在今天禮拜五的行情是有一些加持的效果 不過大家特別留意 到禮拜五成交量相對都會比較小 但是如果你發現禮拜五的成交量突然變大 那你要去留意一下禮拜五外資在買什麼 因為它有可能是下個禮拜的主軸 它可能是下個禮拜主軸 好那當然昨天就是傳出這個NVIDIA的一個相關的利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結構圖 結構圖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在半導體產業 這個NVIDIA昨天其實是從比較偏利空到拉到平盤 這個是從昨天早上亞洲的這個盤後盤出現 大跌之後又回到了平盤附近 所以昨天晚上不要以為它好像就在平盤 不是它是從跌勢到回到平盤 好所以其實在這個半導體的部分 它表現大概就是平均將近快兩個百分點 那其他的高科技產業呢 其實你說漲也沒漲很多 你看亞馬遜漲0.37 臉書漲0.36 臉書已經最近又要面對到 這個歐洲的這個反壟斷的訴訟了 這個大家特別留意 那蘋果也是只有溫溫漲 那微軟也是漲一點點 所以其實在整個科技全資股 雖然有反彈看起來都不太強勁 那反而是在其他的一些 這個資訊的一些相關雲端數據的表現 是相對比較強勁 包含像是這個CRM 這一檔個股是剛剛納入 今年剛剛納入道琼成分股的一檔個股 這個Selforce 那它昨天是上漲將近快三個百分點 那預計到明年2021年之後 全世界的科技產業應該會是 不是以硬體製造 不是硬體製造跟銷售 應該會是以數據管理跟雲端應用為主 所以呢Selforce的走勢呢 值得大家後續做關注跟留意 好另外我們會回到剛剛的這個失業救濟金的這個 申請的狀況 那失業救濟金初次申請的人數在上個禮拜是來到 4.2萬 相較於上個禮拜所做出來的統計 它是略略的有一點點上升 那其實也反映出來 在這一波這個美國的疫情持續擴大的同時 是開始有出現到失業人數開始慢慢又開始出現上升 可以說上升好像沒有這一次這麼多的人 不是 是因為前面的該領的都已經領完了 然後呢 領到的人也已經都到齊了 所以都沒有辦法再做申領 看到初次嘛 所以如果你是二次失業你就沒辦法領這個東西啊 對不對 所以人數本來就會一直掉 那它會一直維持在一定的水平 就代表說美國到目前為止失業人數還是不斷不斷的在增加 就是說第一次失業的人數還是在增加 那這些人沒有辦法領 那些二次失業沒有辦法申請初次失業救濟金怎麼辦 沒關係我們看下一張 那到期呢 到期的一個因素呢 造成持續申請的人數往下掉 就綠色這一條 這個是連續申請的 人數是往下掉 往下掉不是代表這個就業率增加 不是是因為沒辦法申請到期了 你用完了 那可是呢 我還是沒有找到工作啊 那怎麼辦 轉到別的失業救濟金去做申請 他們有一個叫做急難的救濟金 就疫情的pandemic的這個急難救濟金 可以去做申請 你看到你這邊往下掉 可是急難申請的人在增加 你就知道其實失業率沒有比較好 因為這個就是一定要失業 你才有辦法去申請 這是一個最主要的條件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整個統計表的部分 雖然你看到所有的各種各樣的 這個失業救濟金的補助的 津貼的方式 它的趨勢是在往下掉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往下掉 這一根柱狀體 還是代表著兩千萬的美國人失業 還是代表著有兩千萬美國人的失業 兩千萬知道失業率是多少嗎 兩千萬如果是以1.5億的 美國的勞動人口來看 它是超過一成的 所以在上個月公佈出來 它是6.9%的失業率 到底準不準 所以我們是從比較客觀的 就是真正在領錢的 這些失業的人口 去跟官方公佈的這些失業率 去做比較 你就知道一個是官方的數字 一個是真實現在 在美國社會發生的一件事情 所以當你看到這些失業的津貼跟補助 一直都不斷的在到期的時候 然後FED跟財政部又出現了 這些相關的踢皮球的狀態 那即便說這個紓困案 在參議院的領導之下 有望在短期之內過關 但事實上過關之後 能不能夠來得及 因為之前鮑威爾在他們的 半年度的美聯儲的金融的 這個報告當中有講到 金融穩定報告講到 11月份如果沒有發出來 基本上全年度到今年年底 之前的美國的經濟 將會越來越早 那到了明年有可能在上 在明年的第一季 都還會有持續性的影響 所以後續在美國經濟上面 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總體數據應該還是會 持續下滑到明年第一季 只是說看起來股市沒有跌 那就要看FED 接下來對於資金投放的 一個態度會不會擴大 如果有擴大當然是好事 如果沒擴大 那大家要特別留意 從年底到明年第一季 美股的一些相關的風險 好 那麼股市沒有跌 並不代表說美國的經濟 真的有就此的翻轉 或是說他們穩定的向上 因為從剛剛韋傑提供的數據 看得起來 其實美國的失業率 依舊非常高 還有美國人 他們的經濟差 他們的反彈 他們的反對聲浪 這種選票代表了 很多人是投給拜登的 他們不是因為挺拜登而是討厭川普 那代表川普過去三年半 他是失敗的 因為就算經濟 川普頭褲好了不得了 但是實際上的美國人 他們感受到的是 錢還是沒有進到他們口袋 所以下一個新政府要面臨的挑戰有兩個 第一個當然就是要把美國的經濟翻轉了 聽一下一般人的心聲 有沒有辦法把失業率降低 那第二個有人就說了 那到底拜登能不能順勢上任 就是美國的訴訟案 到底有沒有辦法 不會這邊吵來吵去 川普何時可以說我真的輸了 所以今天的精神精選先來關注了 第一個當然是說 美國這個訴訟案難解 雖然說他的律師已經先講了 密西辛跟州他們放棄 但是關鍵的喬治亞州 現在就算手動計票 基本上還是拜登會勝出 所以川普認不認帳是一個很大因素 還有已經有企業去跟拜登喊話說了 請你取消對中國的關稅 所以看得出來貿易戰對美國企業是真的有傷到 他們希望換個主人的時候 可以把這些問題解決 不過我想我們先講這個拜登的這個 對於中國那些相關的政策 我想在這一次美國大選的過程當中 拜登已經輸了中國政策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在這一次的整個大選裡面 川普所營造出來的行情是 讓美國人大大多數的美國人討厭中國 反中抗中 根據調查顯示 現在美國人裡面有百分之七十 其實是非常非常厭惡中國 加上這個COVID-19的問題 對 所以你就知道其實川普在過去這四年 他造就出了什麼樣子的一個蜂巢 那當然他就會變成說 拜登政府上來說 你看他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也一直跟著川普的 中國政策的步調在走 所以一般呢 因為他迎合美國人的心聲 對其實你就說 我現在就只能這樣子講 但是我不能講太誇張 那免得說那些企業主不投我 然後或者是如何如何 然後造成我沒有辦法拿到票 這比較麻煩 所以 所以你觀察他對於這個 中國關稅部分 拜登會取消或是要後補 應該是不會 應該是不太容易 會大幅度的放寬跟放鬆 尤其是在科技冷戰的部分 我甚至認為他會延續下去 這已經成為一個全球的意識了 就是要來對抗中國這樣的阿靶 對 因為川普已經把這個 去中化的這件事情 已經上路了 他現在整個美國的體制 其實就是在做去中化這件事情 所以他是完全沒有辦法去做逆轉 因為只要一旦逆轉 他就會說你是中國的同路人 甚至在沒選之前 拜登傳出的這個定油門事件 其實都已經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那就更不可能讓拜登 對於中國的事件 有一些放鬆的跡象 所以我認為這個大概 沒有太大的迴旋空間 那當然川普你要特別留意 就是其實市場上 一直普遍都有人相信 川普還有很多的大絕招沒放 那包含像是克魯曼 這個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 他都覺得川普一定還有大絕 為什麼 他現在用到誰 用到的就是美國郵政局局長 他的好脈 對不對 那說這個郵寄投票是詐欺 對不對 我跟你講如果他真的利用法律的規定 透過憲法 透過最高法院 讓國會去指控說 這場選舉叫做詐欺選舉 我跟你講美國股市會崩盤10% 所以說這個不確定因素 確實真的還在 因為川普死不認輸 你看他過去這四年的任期當中 送了好幾個保守派的 最高法院的法官上任 現在目前保守派在最高法院 佔有絕對的優勢 還有最近卡位 那個最後那個女生 現在還沒登場 對這場秀還沒結束 所以大家不能夠非常 不能夠放鬆去看待美國股市 以及川普對於這個總統大位的執著 這個是後續相關的風險提醒 給大家做註意 好 那麼再來兩則新聞 我們先回到這個台灣產業焦點來看 首先是這個台積電 到這個鳳凰城設廠 基本上就確定了 還有核碎 基本上他雖然實不承認是為TESSA服務 不過同此前講 沒飛色舞的電動車產業好棒棒什麼的 所以看得出來現在台廠直接就訂在美國生廠 那當然這個消息其實已經傳很久 所以大家想問說 對於今天的這個台股來說 會不會有點是反而是力度出境 加上台積電最近六百七百都有人喊到不行了 那第三條講的是被動元件 第四季按讚 那個也包含了宅經濟不斷的發酵 因此我們是說 現在整個盤面聚焦在科技股 代表說他們的供需 還是有非常的暢望 他面板這一類的個股 你怎麼來看待 好 我想其實從這個台電赴美之後 其實陸陸續續一直都有一些廠商 想要跟美國進行合作 那包含像是過去呢 在針對供應鏈調整最保守態度的這個合作 也開始出現了變革 對 合作真的是 對 他在這個東協十國的布局 其實後來變得越來越積極 從一八年一九年開始 然後甚至到這一次他說 我要到美國設廠 要跟特斯拉做合作 其實都表示出台灣的供應鏈的這個 在非中國區設廠的一個決心 那麼其實在這一次的這個政治上面 這個美國 這也是一個去中化的經驗 對 其實美國給足了台灣面子對不對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廠商 也不得不低頭 就是說過去其實要廣泛設廠 那中國其實一直都是最大的市場 但事實上現在 因為美國老大哥給了面子之後 你就不能夠讓他下餅住 但這個面子 因為我們說到美國的成本會變得很高 那對於企業來說如何解決 對 沒有辦法 這個是企業一定要自行去吸收的 但你選擇像政治低頭 你就只能犧牲掉你的工廠的毛利率 那這個其實 美國這一次之所以一直能夠 去進行所謂的去中化 他拉了一個好朋友叫台灣 所以很多台灣的供應鏈 為了要響應這個 這件去中化的過程 其實也都開始慢慢的 很明顯的在離開中國大陸設廠 尤其是核碩 他的訂單 在接下來蘋果訂單 手機的蘋果訂單在接下來 應該是會全數的 被中國大陸廠商拿走 所以他如果不去做 開吐新的商機 對 他可能會蠻麻煩 因為現在蘋果 基本上已經開始在把單子 都轉給那些 我們講立訓 對中國大陸 因為更便宜 講吧就是這個樣子 沒錯 所以說這是台廠自己要突圍 那至於剛剛韋傑提到 企業成本部分 可能會影響到公司後續的 EPS獲利表現 那對於股價是一定有衝擊的 對 所以這道消息到底要算利多 還是利空 可能是大家要自己去 而且其實中國大陸 他這一次在十四五之後 他確定了一個基調 就是他要從內循環 轉到內外雙循環 內循環 刺激內需經濟上漲的同時 你知道內需要讓 中國大陸的人民 要能夠大量的消費 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你的薪資要調漲 如果你的薪資不調漲 中國大陸的人是不會 沒錢去消費的 對 如果他要進行一個 這麼大規模的政策上 或者是GDP結構上面的調整 薪資的上揚是勢在必行 那對於我們原先台商 到中國大陸設廠的 這些企業來說 薪資成本 就又會是接下來的一個 非常重大的壓力 所以你看毛利率一直被壓縮 不得以我知道 找人工越來越便宜的地方 去進行一個擴廠 那當然對於一些 相關的產業來說 載經濟的一個刺激 包括像是被動元件 或者是一些NB啊 PC 其實都已經慢慢的 跟美國的合作 越來越深了 那當然對於現在來說 疫情改變的是 未來的生活型態 跟生活的態勢 跟使用的設備 所以呢 載經濟一般預估 按照廣達說法 應該是說 在短期當中 不太容易看到趨勢的改變 所以 其實在相關的被動元件 或者是PCNB廠的一些業績 應該都還是有機會 能夠延續 但是因為 今年的高基期 可能到了明年 它成長的力道 可能會開始限縮 但是獲利 應該是還是有機會 穩健性的一個慢慢增加 那對於現在才進場的股市 小白 他聽了就是這些 他買不起台積電 那他就說了 買便宜的面板可以嗎 面板的話 我覺得它已經長期倒很久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面板應該 它就是一個周期性的一個需求 如果它的周期性需求 也就是說面板報價 大尺寸 大尺寸的面板報價 有開始慢慢的增加 然後呢 帶動它在中尺寸的 比如像是這個NB面板的一些 相關的報價往上走的話 有機會 但是我還是覺得 如果與其你現在去挑科技股 你不如去看傳產股 因為相對位階低 而且告訴各位 11月份以來 外資買超的重點 全部都是傳產全資股 好 謝謝韋傑